台积电再度秒填息 那相关供应链有哪些可以关注呢 台积电秒前期对台股的帮助相当大 相关供应链盘充硬生起长 今天的节目都有相关表格可以提供给大家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方云 让我们欢迎高顺恒分析师大亨老师好 方云你好 我是高顺恒分析师大亨 好老师台积电今天再度秒填息了 那相关供应链都是硬生起长 至今我们该重点留意谁呢 今天台积电再度出现秒填息的行星 大家都非常开心 但是大家不敢追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那其实相关供应链今天开始在盘中 默默的有拉台的力道出现 我今天也会跟各位做一些相关供应链的介绍 那其实我们先来看看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过去的除息表现 其实它从2019年第一季开始就出现了 季配息的行星 它开始调整到季配息 那季配息之后其实大部分都会以秒填息为主 那只有在我从2022年开始抓 只有2022年的第三季是两天填息 可是两天填息也是蛮厉害的 对 对所以那之后大概都是一天填息 也就是秒填息的行星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鼓励 其实从2.75到3块到现占4块 那大家不要忘记 这一次配息是2024年第一季获利的配息 不要忘记 可能大家会有点搞错 可能因为是第二季或是第三季 其实这次的配息是2024年第一季 所以大家不要搞错 那后面其实还有2024很多季的配息 可能都还是会维持4块以上的水准 大家都可以持续去关注 那填息可能也都会有秒填息的情形 对台湾的股市也会有相当的帮助 那其实我们来看看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出现秒填息的情形 其实在技术面上也是非常好的 像是它的K线上也出现了导状反转的趋势 导状反转它可能这一次 有机会填完缺口之后再度攻到前面的景线 8月20号的977块的景线位置 甚至它的KD也开始出现黄金交叉的走势 然后MACD甚至也有翻证的迹象 那这些技术面的强势 都让台积电未来股价可能有一定的支撑 对大盘指数也有一定上攻的力道 那台积电目前 有很多很多的扩厂计划 像我们刚刚为什么会谈到设备股 主要就是因为台积电扩厂计划很多 那台积电扩厂计划在哪里呢 我们这边特别列给大家看 在竹科中科加科南科男子科 甚至到亚利桑那日本雄本德国斯 都开始传出说全球化布局 对那在竹科中科他们都是二奈米 加科南科都是COLOS 那其实南科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有南科 是因为在加科的时候他们挖到了古迹嘛 所以他们可能要开始找备案 所以开始跟南科的群创去买厂 买厂之后原本的加科才能 可能部分就要转移到南科了 那南子科也有计划到二奈米的第三座厂 那亚利桑那日本雄本跟德国斯登 都是近期传出的嘛 那亚利桑那他可能未来会发展 先进制程在2028年会量产 日本雄本要盖第三座厂 可能2027年会营运 那德国斯登他目前要发展 主要是发展车用机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是汽车制造大国嘛 B&W什么的 大家都会去德国做买车的动作 那德国他们可能也开始发展一些智能车 那他可能就是为了抢占这个市场 去德国做晶片的生产 那像是鸿海他们其实也开始 要进军德国封测厂嘛 所以其实还蛮多人都开始进军德国 去设抢占半导体的商机 那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特别讲到 为什么会讲到设备呢 主要就是因为这些扩厂嘛 那其实台积电未来有三大面向 第一个叫做CoV 第二个叫做CPU 第三个叫FOP 这其实我之前的新闻上都有跟各位讲到 那目前啦 CoV在2025年预计产能吃点的状况可以缓解 到2026年他们预计台积电自己说的 他说他想要整合CoV跟CPU 2026年的时候 他们也自己说了 2027年的时候 因为FOP是下一代封测的技术嘛 他们希望在2027年的时候 FOP这个技术可以接棒CoV 让财机电的产能更加扩大 就也就是接棒哦 接棒也就是CoV可能已经成熟了嘛 就是像现在成熟制程一样 那FOP可能就是下一代的新的封装技术 他们希望可以接棒CoV 所以大家可以记住这三个领域 CoV如果你觉得目前还有一些糖可以吃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从CoV下手 那CPU近期蛮热的嘛 但是可能细光子的部分 那FOP的部分可能就是未来 可能大家可以去看 关注说有哪些FOP的概念股 可以进去做切入的哦 那这边特别提到台积电的设备概念股 一张完整的表格给大家 第一个是台积电嘛 当然是那传统的封测大厂有两家 一个是日月光头控 一个是晶圆电子 那其他的设备股 像是加登万润红硕 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那这边特别提到两个 半导体设备股的集团 像是最近最红的 很多人都在G2C集团 军豪、军华跟制射嘛 那其实范鸿海集团 他们也有在半导体设备做一些切入哦 大家可以看到像6196的凡轩啊 其实也是会常常跟加登一起出现的名字嘛 那3580尤维科 像是之前他们FOPLP的时候 都会谈到尤维科 其实他原本就在做CoV的时候 大家不要忘记 那6451讯星KY 为什么会特别提到 主要就是因为他在马来西亚 要特别去合作细光子 这一块希望子这一块 那大家也可以关注 就是G2CM 范鸿海集团 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设备股 可以最后切入 大家都不要忘记哦 那想要知道这些表格 我都会放在哪里呢 放在老师的Line 如果你也想知道更多详细的资讯 就一定要加入老师的Line 以及Tagg 以及订阅老师的个人频道 那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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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